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与财经有关的东西 很欢迎 伯叔 我想问一下六叔 我认识你这么久 见到你都是容光万发的 你有什么保养的秘笈 你是医生保住我 你自己有些秘笈 我觉得这样的人最紧要第一是继续工作 开心 工作于娱乐 人又活跃一点 令你自己生盲一点 虽然大家知道这两年 又社会事件 又大家都知道 又是疫情关系 很多人都说很闷 但是你继续自己 都是说这件事始终一定要过的 心境开朗 会反映在你皮肤 你所有的东西身上 而且我自己一直继续运动 又有少量的运动 所以我现在一百年多做事都做了四十八年 如果希望大家喜欢我 我仍然继续会做事 继续会说话 继续会在电视出现 继续你差不多你人生大半 接近半世纪都是跟财经有一个不解之缘 你英国书院然后入到香港大学 然后七三年你毕业后 就已经开始跟财经结合一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古评人来说 亦都是你人生最长的职业 其实你如果这样看回 七十年代那时候到现在来说 其实你那时候已经是我们 香港社会之中的精英 其实你是如何保持自己在这样的高点 我想不是高点 我经常觉得自己高处未处 但问题是这样才有动力 因为我们以前是七三年 例如七零年入香港大学 七三年毕业 那时真的是精英 很兴幸可以入到大学 否则当时来说 以我们家庭环境 以及那时整体来说 香港的环境 很多人都除非很富有 否则在香港做不到大学 就一定要出来工作 或是有钱 当然在香港读书 但当时来说 我们家庭环境不许可 所以唯有努力在香港考大学 我很兴幸当时来说 读到大学 读到理科 但出来做事 其实当时都不是很多选择 因为我们选理科 不是经济 或现在很多财经 我们读到理科 是很窄的 通常教书 或做EO 或做政府工 我很兴幸当时来说 香港的金融业 银行就开始发展 当时会认读到大学生 进去做所谓的练习生 或管理练习生 那时入了汇丰 在汇丰做了九年 之后辰转在金融业 一直跑 当时来说 我以为汇丰也是一个 不要说是铁繁获 也是比较稳定的繁获 以为在那里过世 但后来因为金融业 走得很快 有人挖角 我走出来去其他银行 去到差不多接近一段时间 我又去到新加坡金融 在88年至90年 90年91年 我在新加坡工作 在德然市银行 在海外尤其是新加坡 是 金融业都很发达 但始终不够香港 所以我认识在新加坡 某后然觉得很闷 在新加坡 然后走回来 很短力性 走回来后 然后走到最前线 去证券行 证券行看到很多东西 我差不多接近 由普通商业银行 去投资银行 证券行投资银行 做了十年 之后在90年代 闯出自己出来说话 电视电台说话 有个小小名气 我借助自己的名气 出来不如独立地 因为公司始终借助我的名气 虽然做好事 但之后我的名气太大了 其实当时来说 我可以说 奉劝大家千万不要功高盖著 千万有名 千万不要大过你的公司 但因为我的名气大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应该自己会做 离开 做一个独立股营 试试 我曾经在01年至02年 将我自己公司 我自己上市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上市创业版 当时创业版很兴起 创业版之后 我一年不够便买了 因为我仍然喜欢自己独立做事 不想被上市公司困住 所以做了21年 到现在 做一个商业电台的节目 我做了21年 今年大概是22年 现在仍然希望大家继续 大家喜欢听我讲话 喜欢看着我 我给一些意见 希望我继续做 一把年多了 其实都应该退休 我身边的人 如你所说 所有精英的精英 在七三年毕业 你看看 如果到现在 六十岁要退休 六十五岁要退休 很多都退休 只有我还要做 所以我想很多信报的观众 都认同我的说法 就是陆叔永远充满精力 亦很有上进的心 和精力非常旺盛 刚才我听陆叔说 其实你是一个很懂得去进退的人 你人生有没有多不多这些交叉点 你又要进下又要退下 我觉得这样做人永远是进的 因为我看你很信 其实你是一向都很信 但你适当时候应该要不要说退 其实就停一停 千万不要说退 其实没有进 停一停 想一想 究竟是否正在走这条路 还有很多时候 好像投资一样 懂得进 和买 和懂得卖 懂得进 亦懂得去想一下究竟 是否还要继续持住这股票 或者继续持住这股票 或者继续持住这股票 或者继续在高位再买 要懂得施进 还有我自己的前程 都是上一段时间 究竟是否真的还要继续这样做 应不应该改变策略 譬如你们现在 我们当时是全部靠全体媒体 譬如信报、报纸、指媒 很多时他们访问我们 我们写稿 现在也是电视 多数多平台 现在还有电台 但现在不是 各方面 你看现在子媒 做了电视网上 网媒、平台、YouTube 所以你一定要跟着路途走 看看你对不对 究竟你这样的年纪还不做 我觉得现在很多股评人 可以说股评家 他们自己是KOL 自己做平台 需要借助第三方平台 他们自己创立平台 是好事 虽然我自己没有 但我觉得也是好事 百花齐放 应该要继续走这条路 前进 不是代表我们不去前进 但我们应该给多个机会 那些年轻人自己去前进 如果我再霸了所有平台 那很多人都很不顺利 我现在最绝对 我做那些传统平台 我就继续做 新的平台 有人是大家 他喜欢我帮忙 我随时欢迎 但我不会自己去做一个平台 去霸了整个市场 那样东西 我可以亲自证明 Uncle六叔 是绝对一个 是不会托人手搶的 他有事相求 他必定相救 他平时就算是 我想很多观众 也领受过 就是六叔在咪前 那些抚口婆心 叫你做那样 其实他是一个 很为观众 或投资者 那些着想的人 多谢六叔 多谢